大家好,歡迎收聽《和理漢天下》 這條片想說一說滴滴出行 傳聞之中,滴滴出行將會收歸各有 進入正式議題前,請大家記得支持《和理漢天下》 請你訂閱、點讚、留言、分享 記得按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一有新片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 另外如果有廣告,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言歸正傳 9月3日,彭博引述消息人士說 北京市政府向滴滴出行提出建議 各位,好聽點說就叫建議 率直點說就是指示 這個提議說什麼呢? 由部分國有資金背景的公司入股滴滴 即是怎樣呢? 滴滴的相當大部分控制權將會落入國家手中 簡單點說,即是收歸國有 而這件事,今天《華爾街日報》都有報導 彭博就報導說 北京市政府建議 由國企首都旅遊集團 旗下的首氣集團 首就是首都的首,汽車的汽 應該大概是首都汽車集團 首氣集團 聯同其他總部位於北京的國有企業 參與入股滴滴 有趣的是,這個首氣集團是滴滴的競爭對手 這樣相當大部分的股份就會納入國企手中 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國企的股份 還要是黃金的股權 即是這些股份有更大的話事權 無論在董事會的職位上 又或者其他的否決權上 都有更大的投票權 簡單點說,即是出錢少少 話事就多多 消息一傳出,滴滴開盤的股價飆升 最高升了8% 英國金融時報上個月底都有報導類似的新聞 說滴滴需要給中央一定的特殊權利股份 理由就是方便當局嚴格監管它 9月以後,中國交通部和相關部門已經約了滴滴 和另外加起來11間網上約車公司 就要求各個網上約車的平台 不可以利用自己的資本作惡性競爭 以及不可以有無罪的擴張 還要保障用戶的信息和數據安全 大家都知道滴滴6月3日在紐約交易所上市 集了38.8億美元 折合港幣302億港幣 現在滴滴始創人兼CEO程偉和總裁柳青 他們合共擁有58%表決權 他們有表決權,但就不是股份至58% 但他們的股份其實只有8%左右 而Uber擁有大約12%的股份 但也有18%表決權 其他軟銀和騰訊各自都有20%和7% 表決權我這裡就沒有資料了 來到這裡,大家就清楚了 之前大家不是很明白的,我也不明白,為什麼突然動這個滴滴呢? 動滴滴是不是只是為了規管他,打擊他呢? 現在清楚了,原來除了規管他,打擊他之外 還要將他收歸各有 將他變成一間國家半擁有半控制的企業 為什麼之前給他去美國上市 然後兩天後就動他呢? 沒有阻止他去美國 很多人之前都猜的,說滴滴瞞著北京啊 很多香港很出名的KOL都是這樣說的 但其實這麼大堂東西,大家想一下 怎麼會這麼容易被你瞞得到北京啊? 這麼容易瞞呢?計證又沒有可能的 但當然其實大家都不是很明白的 現在這件事就清楚了,揭宗開股了 原來呢,是很明顯的 北京是故意讓你去美國上市 你可以上市 納了那38.8億的資金 38.8億美元的資金回來才出手 然後收歸各有 用這個所謂入股的方式 然後就控制滴滴 這一次呢,對於那些投資者和可外資金來說 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好 好像Uber、軟銀一樣 表面上他們是沒有損失的 他們的股份還在 但問題就來了 之前他們是想著加入程偉和柳青的集團 雖然程偉和柳青都有58%的表決權 但其實假設是相信他們的 即是怎樣呢?其實原本我是打算和A合作的 我覺得A是可靠、有能力、有創意 現在突然間A被迫出讓控制權 那由B作主 其實我未必相信B 現在他們不知道怎樣 還有,原本我相信A的原因 因為相信A會為他自己和股東的利益著想 現在不是 現在這麼多國有的資金在那裡 然後控制權在那裡 然後他們會不會是為股東的利益 還是為國家的利益去服務呢? 那又不知道 如果他真是最主要的利益服務的對象是國家 那就糟了 我投資下來,原來你幫你的國家賺錢 為你的國家的利益去服務 那真是不知道怎樣 那同樣,海外的資金 海外的基金投資者 他們都不知道怎樣 可能他們最後都是被迫 或者被自願地接受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這樣收歸國有 都還有些渣 好過徹底打沉滴滴的話 到時就渣都沒有了 那現在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了 就是滴滴除了在大陸之外 在其他的市場都有發展的 就包括了在墨西哥、日本、紐西蘭都有業務的 都有類似這些網上的弱車服務的 那當然了 在當地就一定是會收集那個國家的數據 而這些國家之前 是一直假設這間是一間美國上市公司 假設他們會認為這間美國上市公司 收集數據是有規有矩,會是安全的 現在突然間就變成另一間半國企的公司 而這個半國企公司收集的數據 對這些國家來說是否覺得安全呢? 我就不知道了 北京之前就用數據安全作理由 動滴滴的嘛 既然數據是這麼重要、這麼有危險性的 其他國家他們會覺得怎樣呢? 這個也就是拭目以待了 還有滴滴在美國加州那裡 已經獲得自動駕駛 即是大家說的無人駕駛 測試的牌照 一直在研發自動駕駛這些系統 當然就會收集很多數據 現在的情況就是 現在他們在美國收集了美國路面的數據 或者美國其他相關的數據 然後這間公司又是大陸的半國企 收集的數據自不然很大機會去了那邊 現在美國人的數據就被大陸的半國企 收集了這些數據 那又有沒有問題呢? 美國又會有什麼反應呢? 好了,剛剛最新的消息了 剛剛滴滴出了一個微博 在帖裡面,他說 有關這些傳聞是不實的 好了,他這樣說 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看看他所說的不實 是整件事,整件事都不真實 或是有部分內容或資料不實 這樣也未知的 所以大家一起留意一下 來到這裡也是那句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我們有Patreon的 Patreon的link在這條影片的下面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拜拜